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沙哈鲁丁指出 从今年4月至今 陆路交通局通过自动行决安全系统 发出超过25万张罚单 罚款金额共高达3700万令吉 违规行为9成都是超速驾驶 其余则是闯红灯 虽然如此 当局只收到530万令吉罚款 远远少过实际罚款数额 沙哈鲁丁表示 目前共有大约29000名驾驶者 和5735个机构偿还法单 针对网络盛传 当局会在驾驶者更新执照时 征收额外费用 沙哈鲁丁全面否认 表明除了只有在无排驾驶者 和驾照逾期的情况下 才会征收额外款项